我現在的學生絕大部分是材料系的背景 那我目前有一些學生是生科專長 然後材料系是輔系 那我會針對學生的專長跟背景 給他們的題目會不太一樣 所以可能生科系的這個訓練的學生 他們可能就做的研究會比較跟生物有關 然後他們必須在這個研究的期間學到一些工程的 比如說怎麼樣去量測機械性質 怎麼樣用一些物理化學去研究這個題目 那一樣的在材料系專長的學生 他們也要必須在他們研究的時間 對他們的題目的這個 比如他那種題目是某一種植物或動物有相當的了解 所以很多學生他們會 尤其是材料系學院來想要加入實驗室會 會問我說要不要修很多生物系的課 或是要如果我沒有生物系的 我不是第三類屬的 我會不會很吃力 但是我通常會給他們的建議就是 你我們做中學嘛 邊做研究邊學 我今天做的題目是跟骨頭有關的 你就要花時間去了解骨頭是什麼 它的結構是什麼 或是修一些有關的課 那你不用把所有的課都修完了 才開始做實驗 所以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這些研究 也沒有一個所謂的教科書 或是一個專門的課來教理說 怎麼樣做某一種研究 所以我會希望學生 當然我會收了學生跨領域的 但是就會希望他們在研究的同時 也要同時加強他們比較部署的那個部分 像是剛剛講的就可能生科 然後化學或物理 他們可能要一些工程的一些知識 那工程背景的可能要一些 比如說生物的知識 或是一些其他基礎科學的一些知識